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与花莲县民众服务社一同发起了齐心抗议 爱心关怀物资发送的活动 那么29号上午呢在县党部一楼广场举行了物资点交的仪式 也召集了党内的同志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发送民生物资协助弱势边缘户 以及因为疫情影响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前堆满了各种民生物资 不管是白米泡面还是新鲜蔬果都应有尽有 这是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与花莲县民众服务社一同发起的齐心抗议 爱心关怀物资发送活动 希望可以帮助地方的弱势边缘户 曾经疫情所造成的生活艰困 很多民众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许多就是连三餐都有问题 那非常感谢我们国民党县党部 这个胡书记长 他召集一些党内同志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然后募集非常多的物资 他持续送给需要的这个民众来使用 这场活动首播发送的地区 以花莲市和吉安乡为主 在29号上午进行了物资点交仪式 而市长魏嘉贤也到场感谢大家的爱心 那我们未来会针对这些物资 然后跟里长来做相关的合作 也请里长找出我们在里内 真的很需要的一个朋友 那我们会把这些物资 亲自送到这些里民手上 那也希望所有的里民 真的有任何困难 不只是可以找一些社会团体 也可以到花莲市工所 来寻求相关的协助 防疫期间百业萧条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 特别和社团合作 造极党内同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就是希望能达到抛砖隐喻效果 一同携手共渡难关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